由于对能源危机恶化和美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紧的担忧日益加剧 欧元对美元在周一跌破评价 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周一欧元在欧洲外汇市场的交易价格低至0.9927美元 创下20年新低 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几乎是俄乌冲突开始前的三倍 分析人士认为价格上涨引发了对欧元区19个国家即将到来的冬季衰退的担忧 给欧元区蒙上了一层阴影 并指出投资者仍然担心俄罗斯能源巨头至8月31日期间 停止通过北溪一号管道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决定 9月2日分析师表示 欧元再度疲软的另一个原因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 一些投资者目前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21日再次加息75个基点 今年7月中旬 欧盟19国共同货币 20年来首次与美元持平